红又大的芒果拿远远的就散发香气 台湾芒果品质好口感佳 但是中国海关总署却声称 台湾芒果减出有害生物 宣布即日起暂停输入 中国国台办发布新闻稿 说今年以来 台湾输入的芒果中 截获检疫性有害生物 大洋屯纹粉戒 为了防范风险 决定在8月21号起 暂停台湾芒果输入 也已经向台湾通报 要求完善植物检疫 但是很遗憾的就是 这样低的减出率 他还是用最激烈的手段 就是在今天通知我们暂停输入 农业部解释 台湾芒果从107年起 输往中国至今 只有今年6月15 跟8月3号两批 接获通报检出借壳虫 检出率约千分之0.35 如此低的检出率 但中方却不照国际惯例走 净输入的时机点也引发联想 就像去年的文旦一样 一边军演一边禁止芒果输入中国 这是中共一贯的手法 特别今年又是总统大选年 而中国特别拿芒果来当器品 大好在国内今年 芒果生产量约17万公顿 外销量占总产量的2.2% 其中外销中国只有938公顿 仅仅占产量约0.5% 属于内需型水果 对玉井地区的果农影响不会很大 因为现在我们大部分芒果都已经进入伪伤 台湾芒果外销不需要依靠中国 统计到今年7月底 芒果外销数量达到3873公顿 以外销值来看 日本韩国位列前两名 中国排在香港之后 芒果暂停输入虽然对果农影响不大 但也不免让人担忧 还会有下一个水果被牺牲 三线周冠宇科威宣朱俊杰 王绍宇屏东台南